南投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十五十六次临时会 在议长和胜丰主持下本日上午正式闭幕 会中有鉴于今年除了疫情之外 县内天在频传的情况 何一长也呼吁县府要积极研拟防治规划 除了保障农民权以外 更避免县内多项建设 一遇好雨就产生损害 二年 二一年 全世界除了新冠肺炎疫情 还有气候的问题 在全世界造成的经济属于潜力的災害 台湾我们今年除了 都无需欠水搭 会带来的灰災丶山也受到很多 所行 洪台台的 河水 年少 像这一两个月 河水这样变得再災害又出来 严重影响到山区的道路 公共设施 一定要听到我们管政府 国担任的愿意要怎么处理 本次临时会除了有审计市 为明年度本县预算来做把关 众议员们也审议多项提案 议长何胜芳也表示 会将这些建言 纳入本会日后监督 区县府实证的重点 以提升县内发展 最后我们再次会感谢 我们台湾省南岛省家的用心 感谢郭议员 对到我们相关提案的用心的心理 尝对的心理是 所提报的意见 未来有一定的 各种管务策施 监督来改正 立立以后 感到观众的重点 中秋节即将到来 议长何胜芳也趁本日临时会闭幕 向南岛县乡亲们提早献上祝福 祝各位嘉姐愉快 最后我们中秋节 到了 本学在这里 祝福南岛馆各位好朋友 建议的中部事大 大家可以夜园人团圆 家庭美满 四位成功 身体健康 持日平安 南岛县议会第十九届 十五十六次临时会 圆满闭幕 议长何胜峰 副议长潘亦全及中议员们 也希望透过本会的用心监督下 县府各项施政规划 能够更加完善 为县内发展带来提升 造福南斗县民 记者卢宜凯 南斗县议会采访报道